众人的神色都有些愧疚 觉得自己莫能帮上夏丰什么忙 反而还要夏丰想办法提升他们 夏丰神色却没石磨变化 反而更坚定了几分 迟早都需要提升起来的 夏天明确不动夏丰 索性说起梦境珠里奇怪的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外界的原因 你这里似乎也隐隐带了点死气 夏丰一震 然后忽然想起来什么一样 笑着开口道 这个和外界倒是没石磨关系 主要是我抓的一个俘虏 他招了招手 之前抓住的十二冥王之一的头颅 就从一旁的山脉底部浮现出来 闪现到了他的掌心之中 即便已经死掉了 属于冥王的威压 也依旧让周围的一切产生一些扭曲 夏天明只觉得呼吸困难 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就连他都有些承受不住 丽人夏帝和夏副夏母表现的 就更加狼狈了 脸色几乎是瞬间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脖子一样 脸色瞬间变得长红起来 隐隐有些黑雾在众人的脸上弥漫 夏丰瞬间就反应过来 把一层透明的光照笼罩在那个骷髅脑袋上 他微微醋眉 梦境珠里瞬间浮现起一层浓郁的生命之力 众人的脸色也肉眼可见地恢复了过来 夏天明抿着嘴唇 这是什么 这和外面的那些存在是一样的吗 你在神域面对的就是这种强度的敌人吗 他顿了顿 目光带着几分震惊地开口道 只是存在就让我们觉得呼吸不畅 你如今的境界到底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夏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达妃所问的开口道 如今十大神域都被魔明两界给入侵了 他们的最终目的就在藏神谷 我准备带着我的妻子进去再探索一番藏神谷 先找出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的目光阴沉地落在了那个骷髅脑袋上 让他脑袋上笼罩的黑雾颤了几颤 却还是躺在夏丰的掌心里装死 一个字也没有说 夏丰轻哼了一声 留着你就是为了问些消息的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留着你又有何用 说完以后 他掌心里的生命之力越发浓郁 似乎下一瞬就要把对方给彻底摧毁一样 骷髅脑袋急忙开口道 我不是不说 是有些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开口 一旦我开口的话 同样也是死亡 夏丰神色带了几分烦躁 明知道骷髅说的是实话 可还是有些不耐烦 骷髅脑袋看出了他的烦躁 连忙开口补救道 虽然我不能说最终目的 但我能说别的 无极神域已经彻底沦陷了 他们就是凭借那条通道才入侵的大侠 如果通道不被找出来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恶魔和死神出现 等到数量累积到一定程度 即便大侠曾经是众神之地 也没办法再压制我们的等级修位 没了这众束缚 明神大人就能带领我们进入最终之地 夏丰身上的那种烦躁之感越发浓郁 似乎对方提起葬神骨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挑衅 众女察觉到不对劲 孙雅竹上前一步按住他的肩膀 神色里带着担忧的开口道 相公 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最后一步 一切都还来得及 你不要太心解 夏丰仿佛回过神来一样 手指微微用力 直接捏爆了掌心里的骷髅脑袋 他竟然不知不觉中被这个冥王给影响了心神 这会儿骷髅脑袋被捏爆以后 整个梦境朱里的神力瞬间运转起来 清理掉冥王之前留下的那些死气 连带着众人的脸色也和缓了下来 夏丰也觉得心头上笼罩的那层大山被移开了一样 他转头看向夏天明 虽然把冥王给解决掉了 但他给的消息应该是准确的 大夏和无极神域之间应该残留着一条通报 需要把他给找出来 夏天明点了点头 夏丰和众女要去葬神谷 肯定末时间去找那条通道 在场的人脸 夏天明的修位最高 而且修炼的也是空间大道 让他去找最合适不过了 黄小倩脸上带着纠结之色 犹豫了好半天 还是没有阻拦夏丰的计划 只是叮嘱道 一切小心 以你的自身安全为主 夏丰点了点头 又把自己从天丹秘境里得到的一部分丹药留给了众人 然后才和众人一起从梦境朱里离开 从里面出来的一瞬间 夏丰心中似有所感悟 庞福隐约猜到了魔明两足的目的 但是那灵赶来得极快 转瞬即逝 再想去抓雀 怎么也抓不到 正巧孙雅竹这会儿 叮嘱完众人如何吞噬丹药 转身走向夏丰的方向 又把她的那点丝续给打断了 她压下心中的疑惑 带着众女就赶向了葬神谷的方向 之前离开的时候 怨气已经隐隐有些躁动 疯狂地开始向谷外蔓延 如今鸡人不过是耽搁了一点时间再过来 那些怨气已然把周围十里的范围都给惊染了 夏丰的眉头皱得死死的 在这磨下去 不用魔明两足入侵 指葬神谷出现的异状 就足够让整个天原大陆陷入混乱 众女站在她身后 犹豫了一下开口道 立阵法吧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些怨气迟早会蔓延出去 夏丰点了点头 忙碌了半日的光景 才把这些怨气给重新归拢到一起 用阵法困在其中 等忙完了以后 夏丰也顾不上休息 急匆匆地带着众女就钻进了葬神谷之中 外围的那些怨气和怨兽 也比之前见到的那些要躁动 虽然难不住众女和夏丰 却也稍微阻拦了一下 他们前进的速度 夏丰心中那种不安的感觉 更浓了几分 眉头自从进入葬神谷以后 就没有解开 以九物之龙对她的重视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外围就已经这魔混乱 那魔就只有一种可能 九物之龙 此时也被什么事情给牵绊住了 根本顾不上管理外面的这些琐事 想到之前夏丰长啸时 九物之龙的龙银声中带着急破 夏丰心中一灵 速度又快了几分 葬神谷里面的情况 比外面还要混乱几分 怨兽们混杂在一起 互相撕咬着 原本这种情况是用来消耗怨气的 因为撕咬以后的怨兽 需要吞噬更多的怨气 才会恢复身体上的伤口 但是现在却彷彿被他们用作进化的用途 吞噬掉其他怨兽的身体以后 留下来的那个怨兽 肉眼可见地强悍了几分 余下的那个怨兽 吞噬掉怨气以后 身形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周围的怨气 彷彿源源不断没有消耗一般 快速地就重新补充上了更多的怨气 促进着周围怨兽的进化 原本主神境界的怨兽 要在内围甚至接近核心之地的位置 才会出现 如今在外围都已经遍地都是了 夏丰担心这些怨兽会影响到众语 所以每次看到 就直接动手给消灭掉了 以他的能力 这些怨兽应该被彻底摧毁 但如今却只是在很远的怨气里面重新孕育 彷彿无穷无尽一样 没有办法彻底消灭掉 夏丰的脸色越往里面走 就越是凝重 到后面的时候 他已经过不上处理这些怨兽 一门心思往核心之地跑 只是在内围的时候 一座古神殿平空腹线 阻挡了众人前进的步伐 夏丰认出那是他拿到藏天剑的那座古神殿 心中虽然有些欣喜 可更多的还是担忧 九屋之龙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宁可把这座古神殿重新请出来 也不愿意见自己一面 众女跟在夏丰身后 面面向去了几眼 似乎不太确定这古神殿是不是安全的 夏丰顿了顿 压下心头的担忧 轻声道 走吧 这古神殿也是九屋之龙送给咱们的机缘 能够领悟到多少 就全凭自己了 话音落下 他率先推开了那座厚重悠久的大门 丝丝缕缕的古神力在众人身旁缠绕 等众人全都进入古神殿以后 这座古朴的大门缓慢地关闭上 一缕缕的神火在大殿中被点燃 把整座古神殿给映照得如同白日一般 众女被这突如其来的光明吓了一跳 神色警惕地环视着周围的情况 夏丰给他们递过去 一个安抚的眼神 然后转头就看到了墙上的壁画 比起他第一次进来 这次的壁画显得更加真实 上面的古神不断地变化着姿势 时不时地看一眼外面的夏丰击人 如果不是有墙壁作为阻隔 夏丰隐约都觉得 这些古神快要从壁画上攥出来了 现在虽然没有从墙壁里出来 可却也凑到了离鸡人比较近的位置 曾经叫倒过夏丰昭示的那鸡位 更是不断地打量着鸡人 则则 小家伙不错嘛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就已经修炼到这种地步 这种天赋 即便是放在我们那个时代 也足够让人惊艳了 现在神力稀薄 空气都被怨气给侵蚀了不少 和我们那个时代 简直是没有办法比 在这重情况下 还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不愧是我们看中的人 壁画上的古神们 七嘴八舌地说着话 他们语速颇快 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听不懂的语言夹杂在里面 夏丰只听了个呼伦 眼看着周围的这些古神神色兴奋地说来说去 似乎全然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 夏丰终于忍不住轻咳了一声 被打断的古神们原本有些不太高兴 但是看着是夏丰 便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耐住性子询问道 小家伙 我们夸你你怎么还看起来不太高兴呢 夏丰苦笑了一声 小子原本也莫打算打扰诸位的好兴致 只是外界现在的情况实在是 有些混乱 所以才带着我的妻子们 进来寻求诸位的意见 他顿了一下 才接着道 当初帮过小子的那几位古神大人 当初小子也答应过 诸位为你们寻找传承人 夏丰的目光落在了众女的身上 示意周围的古神可以看看他们 瞧瞧有没有看得上 能够继承他们一波能耐的人 当初教导过夏丰的那十余位 瞬间就凑到了近处 透过壁画仔细打量着周围的这几位 似乎是想要看出他们的天赋来 旁边那些古神神色带着几分羡慕 稍微撇了撇嘴 也没有打扰他们 反而是抓着夏丰问起了外界的情况 小家伙 你刚刚说外面 情况混乱 发生什么事情了 夏丰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皱 然后开口道 事情说起来有些长 话音落下 他把自己这段时间提升天元大陆神力浓度 以及参与天丹秘境遇到魔明两族的事情 给说了出来 说到后面 他脸色带着难看 无奈地开口道 当初天剑神王警告过我 说把大夏提升为神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可我确实没想过会引出这么多的事情 我在进入藏神谷之前 已经有魔族和民族顺着空间通道冲到了大夏 进来之前已经把那一批都给解决掉了 但说不定 什么时候就会有新的再钻进来 再加上周围的怨兽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看起来更加活跃 已经蔓延到藏神谷外面去了 这下原本在一旁打量众女的古神 也顾不上看自己的传承人了 神色震惊地凑了过来 这不可能 藏神谷外面有那位大人留下来的阵法 怨气不可能蔓延出去的 即便你把整个天元大陆给提升成神域 对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对夏丰熟悉的那些古神之道 他不是个会说谎的性子 心中都生起了不少担忧 夏丰叹了口气 现在外界一片混乱 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意外发生 我想着带妻子们进来多学一些 也能在未来的混战中 多一分活下去的机遇 众古神七嘴八舌地又讨论了起来 议论到一半的时候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开天过来了 话音落下 周围的那些古神一瞬间都安静了下来 在壁画上给他让出了一条道路出来 开天走到了最前面 一双炯炯有神的毛子 像是真实的一般紧紧盯着夏丰 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开天古神深吸了一口气 一双手从壁画中探了出来 紧紧地抓着夏丰的手腕 似乎想要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夏丰点了点头 他说的都是实话 也没有任何夸大 自然不怕他此时的质问 开天古神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手指捏了一个法觉 似乎在探查什么 又好像是在给什么存在传递消息 过了好半场以后 那捏出的法觉都没有给开天古神带来什么反馈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周围那些古神看着开天的脸色 神色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但是又不敢开口问什么 生怕打扰到开天一般 又过了一会儿 开天古神像是消耗了极大的心血一般 脸色变得都有些难看起来 那位存在的传承如今也在你身上吧 夏丰一正 不知道他提的是哪一位 开天古神的目光却紧紧地追随着夏丰的身影 你能够修炼无名神诀 能够操控星辰之力 能拿起葬天剑 葬神中这些古神器 你身上肯定是有他的传承 他顿了顿 神色严肃地低声询问道 创世大神的创世神珠 是不是也在你的身上 夏丰身上能和对方口中的创世神珠联系上的东西也只有梦境珠了 几乎是一想到这里 夏丰的神色就变得警惕了起来 虽然眼前的这些古神看起被束缚在壁画之中 但夏丰曾经在壁画里见识过他们的能耐 如果他们对夏丰的梦境珠起了心思 夏丰也莫把握能够抵挡住这魔多古神的攻击 开天看了一眼身后的古神 皱着眉头解释道 他们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对创世神珠有些好奇罢了 毕竟创世大神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 如今看到了他的传人 难免会有些好奇是什么样的人 他顿了一下才补充道 至于你担心的我们会抢夺创世神珠 就更不用放在心上了 创世大神的强悍不是我们能够挑衅的 别说他只是被调虎离山离开了这方天地 就算他陨落了 不是他亲自教出来的东西 我们也不敢碰的 后面的祝容轻笑了一声 开天大人何必说这种话 我们那是不敢碰吗 贡公也跟着笑了起来 莫大人的允许 那东西我们根本就用不了啊 夏丰眸子微微睁大 全然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他原本以魏梦禁珠的存在和古神器类似 若是被旁人夺走了 只怕就成了他人的东西 从来都没想过 这位他未曾谋面的创世大神的余威 能够震慑住这些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梦禁珠下手 他抿了抿嘴唇 低声询问道 确实在我手中 只是这东西也不是攻击类型的 即便在我手中也没有办法解决外面的那些麻烦 开天挑了一下眉头 我不是让你用创世神珠去对付那些人 而是让你借助创世神珠的时间之力 多留一些时间来接受传承 他指了指自己所在的这面壁画 我们的本体都不在这个空间里 只能通过壁画上留下来的神识来教导你们 如果你能想办法把这座古神殿给搬到创世神珠里 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传授感悟了 夏丰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当初他强行把葬神中所在的那个古神殿给 拉进了梦境珠里 虽然有帮衬 但实际上也稍微有些勉强 眼前的古神殿看着就比之前的那座破败神殿 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级 能量强悍又充裕 即便夏丰现在境界提升了不少 他也没有信心能够把这个古神殿给迁移到梦境珠里去 他神色带着迟疑 我怕我的能力还不够 开天爽朗地笑了起来 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你看着这个神殿十分玄奥 实际上 只是我们那里和外界的一个链接通道罢了 你不用管 只要你把两界的通道打开 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古神殿迁移进去的 他微微叹了一口气 原本是还需要酒物帮衬一下 但现在估计 他也抽不出时间来 夏丰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我之前听到了酒物之龙的龙银声 似乎有些急躁 核心之地里到底有什么存在 他又在镇守着什么东西 开天意味深长地看了夏丰一眼 笑住道 你和你的妻子们先想办法提升一波吧 你们现在的境界还不足以了解这些事情 知道太多对你们来说不一定是好事情 说完了以后 他就催促夏丰打开创世神助的通道 准备把整个古神殿给迁移进去 夏丰也没有犹豫 当初这些古神对他的照顾 他还记在心里 自然不会怀疑他们会暗害他 特别是现在知道了 孟静珠就是创世神珠 只有经过创世大神认可的他才能使用 知道了这个以后 夏丰就更不担心了 转眼的功夫就把孟静珠的入口给拉到了最大 开天的身子挣扎了好半天才从壁画中攥出来 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然后微微点头道 你修炼的倒是不错 把创世神珠修补的也不错 简直就是另一个神域了 夏丰有心想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开天已经举住古神殿开始往孟静珠里转移了 他只能努力维持着周围的空间不崩塌 等古神殿进入孟静珠里以后 夏丰就更没有时间去问那个问题了 接二连三的古神从壁画中正扎着钻了出来 然后开始挑选各自看中的继承者 众女的身边每个都为了两三个古神 余下的这些则是全冲着下风扑了过来 小家伙 我看你骨骼惊奇 一定是修神的好苗子 我这里有一道格外强悍的攻击大道 先和我学吧 你去一边等着 你那一招出了以后 直接抽走了所有的能力 就是等死的祸 还是先学我的招式 我这个是防御的 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发动更好的攻击 胡说八道 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你们这些只知道防御的缩头乌龟懂什么 众古神七嘴八舌地吵了起来 如果不是夏丰就在中间维持秩序的话 夏丰都担心他们在孟静珠里先打一场 他慌忙地开口道 诸位前辈 小子修炼的大道有限 目前只修炼了一部分 有些大道小子从未涉猎过 还是紧着修炼过的来学 开天轻哼了一声 你说这话 未免有些太小瞧创世大神的传承了 你既然继承了他的一波 自然可以学习所有的传承 我们身上所修炼的这些大道 也不过是创世大神修炼的某些分支罢了 开天大神意味深长地看了下风一眼 然后开口道 只有结合了所有的大道 你才能真正地继承创世大神的一波 成为新的创世大神 下风有些疑惑 不明白为什么要成为新的创世大神 而不是一个全新的神灵 不过开天显然没有替下风解释的意思 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然后带着一堆古神强行给下风灌输一些传承 旁边的众女也被古神们围着教导 足足过了有三十万年 外界过了三日的光景 众女才从领悟中回过神来 他们如今已经全部突破了神王 成为了和他们父母相同级别的存在 并非是他们不准备继续参悟下去 而是一次性接受的传承有些多 虽然在梦境珠里 有时间让他们细细领悟 可领悟到了一定的瓶颈 他们也需要一些实战 和古神们的战斗 总觉得缺了一些东西 众女之间的鄙视 又不会真的下死手 让他们有那种致命的危机感 所以众女就提出出去 和愿兽或者是异族战斗一番 这样能够更好地巩固他们的基础 夏丰此时的修为更加害人 已经突破到了神君境界 他原本以为自己修炼的大道越来越多 提升的瓶颈也会越来越厚 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可能要比众女突破的 还要慢上几分 结果经过开天的指导以后 夏丰学到了不少的窍门 这些修炼的大道 庞复能够出来旁通一般 相互印证共同提升 拉扯之下竟然比夏丰之前修炼的速度 还要快上几分 所谓的瓶颈 庞复消失了一般 神王突破神君的时候 甚至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于修炼中自然而然的就提升了境界 这会儿看着众女 一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的 等着她修炼结束的模样 夏丰也停下了自己参悟的动作 准备带着众女出去看一看 她对外面九雾之龙守住的那片核心之地 还是十分好奇的 想要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 开天看她这表情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犹豫了一下 还是叮嘱了一句 你们现在的实力 靠近核心之地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夏丰神色带着几分错愕 当初她神王境界 众女主神境界的时候 古神们就劝说她 修为再提升一些 再去核心之地比较妥当 如今 她已经成为神君了 有创世大神留下来的传承在身 她至少也能比得上普通的神皇修为 即便如此 开天还是满脸忧虑地看着夏丰 似乎对她想要进入核心之地 格外担忧 夏丰开门见山地询问 开天前辈 你总是提醒我 再提升一些修为 在过去 比较妥当 我想问问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存在 为师母你们对那里格外忌惮 我需要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过去探查一下其中的情况 开天一双剑眉皱了起来 看着夏丰的神色里带住犹豫 似乎不确定自己硬不应该告诉她 夏丰的神色带住坚定 无论开天面容怎么变化 怎么纠结 就是坚决地站在这里 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开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只摆了白手 算了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你就亲自去看一看吧 只是 你是稍微小心一些 外面的怨气都已经翻永德一出阵法了 核心之地 只怕也不平静 稍微离得远些 离得太近 被波及到了 久无如今 恐怕顾不上你们 夏丰皱着眉头还想再问些什么 开天摇了摇头 直接钻回了壁画之中 不打算再回答夏丰的任何问题了 夏丰神色带着几分沉宁 也没再追问 带着众女就离开了梦境珠 往核心之地赶了过去 越靠近核心之地 那众威压就越是明显 众女的神色明显有些吃力 要费不小的力气 才能往前行走一步 夏丰能够感觉到怨气的翻永 连带着浓郁的魔气和名气 几乎要把鸡人给彻底吞噬掉一般 中心的位置 除了九雾之龙的威压以外 还有两道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气息 即便是隔着这魔远的距离 都能察觉到 对方带给自己的压力 夏丰停在了核心之地的边缘 没有再往里面踏入 他隐隐有重感觉 一旦自己踏入核心之地 那两道诡异的气息会瞬间把自己卷走 九雾之龙虽然强悍 但面对这两道诡异的气息似乎也有些弃弱 可能顾不上保护夏丰 思来想去 夏丰停在了浓屋外面 抿着嘴唇思考着其中的情况 那两道诡异的气息和外面的名气魔气有所牵连 想必是那两界的大佬 这魔说来 核心之地恐怕就是封印两界通道的地方 那两道诡异的气息就是魔名两族中的大能 此时在和九雾之龙互相试探 想要借机打破这道封印 外面那些异族疯狂地想要靠近藏神谷 恐怕就是想要把九雾之龙给彻底压制住 然后彻底打通两界通道 到时候藏神谷就会成为魔名两族的根据地 整个大厦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夏丰越想背后的冷汗就越多 神色也越发冷峻 看向核心之地的目光 也越发凝重起来 众女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站在她的身后等住她的决定 夏丰抿着嘴唇 刚准备动作 身上的梦境珠却微微有些发烫 似乎在提醒什么一样 她神色带着几分错愕 把探索核心之地的想法压下来去 准备回梦境珠里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自从她得到梦境珠以来 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夏丰和众女回到梦境珠的时候 夏天明已经在里面等了有一会儿了 夏丰神色带着几分疑惑 她一直在外面 也没有试着拉夏天明进来 为时魔她能够直接进入梦境珠呢 开天从壁画上探了个脑袋 刚刚就感觉到了那边的波动 我仔细分辨了一下 是经常进入创世神珠的人 看着也没有什么危险 就直接通过我们的这条通道给放进来了 她说有要紧事要找你 你先看看是什么事情吧 夏丰转头看向夏天明 果然看到她脸上带着点焦急 挣了一下询问道 爷爷 是外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魔明两族再度入侵了 夏天明皱着眉头道 也不算全面入侵 只是我找到了无极神域 到大夏的空间重动 她顿了顿 神色带着点无奈的开口 实际上昨天就已经找到这个位置了 也把灵星钻出来的一族给解决掉了 我原本想着自己把这个空间给摧毁掉 省得在天那么多麻烦 但是发现魔族是真的很擅长虚空之道 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破坏掉那个基点 只能过来找你 看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办法 夏丰还没有开口 壁画上的虚空古神就已经带着几分比一的开口了 那些魔族算什么擅长虚空之道 不过是一群小偷罢了 所谓的虚空一道需要参悟的事情多得很 小家伙 你家的这位长辈 连门都莫彻底迈入 此时你觉得魔族很擅长虚空之道 等你真正入门以后 你就会发现 他们就是一群跳梁小丑 根本就没有领悟空间的真谛 所谓的虚空之道 就只是镜中花 水中月 不值一提罢了 下风神色一动 转头对着虚空古神露出一个笑脸来 既然前辈有心指点 那等小子找到了那座空间节点以后 就让家里的长辈进来跟着前辈学一学 到时候前辈可不要藏私 要像教导小子一样 教导小子家中的长辈啊 前辈可能不知道 小子的这位爷爷 在空间大道上的天赋 比小子还要强悍几分 一定能继承前辈的一波 在空间一道上继续探索 虚空古神被下风这接二连三的高帽 给弄得有些下不来台 有心想要拒绝 但是看着下风那诚恳的模样 他又说不出什么拒绝的话来 他转头看了一眼下天明 深周隐隐笼罩着一层黑色的波动 看起来在空间意图上 确实也有几分天赋 只不过是这磨多年以来 没有人认真指点过罢了 想到这里 他微微汗手道 我倒是能指点一两句 不过能走到哪里 就看他的造化了 下风的脸上带着几分喜悦 有虚空古神的这句话 就不怕他不尽心指点了 夏天明的天赋也格外强悍 甚至和众女都有的一拼 如果能得到一份传承 在未来的大战之中 也是一种助力 他的思维十分地跳跃活泛 甚至想着把家中的各位长辈 都带进到古神殿这里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遇 哪怕只是提升一分 对未来说不定都有一定的帮尘 想到这里 他环视了一下壁画上的那些古神 露出了一个和煦的笑容 壁画上的古神 看着他这个笑容 只觉得背后微微有些发了 事不宜迟 夏风也没有再多啰嗦 带着夏天明 就离开了梦境珠 等夏天明指了方向以后 更是马不停蹄地 往空间节点的位置顺移 夏天明出来以后 才带出几分好奇地询问道 你那个世界里怎么多了那么多不知名的存在 我记得上次进入的时候 还没有这些神灵存在 还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 夏风语速偏快地 给夏天明解释了一下古神殿的来源 并且提了一下壁画上的那些存在 全都是古神级别的 让夏天明回到梦境珠里以后 好好跟着他们参悟 夏天明被满壁画的古神给吓住了 他原本见过罪将的人 就是天剑神王 哪里见过这重阵仗 之前不知道的时候 他还有点不服气 那位虚空古神 说他空间一道没有入门 这会儿知道了那位的身份 哪里还会在意这句话 满心满眼的 都是一会儿要进去 把虚空古神的知识给掏空 等抵达了空间节点以后 夏风直接就把夏天明给 射进了梦境珠 抽出藏天剑 就开始解决 周围堆积的这些恶魔和死神 这些都是通过空间节点传送过来的杂碎 夏风一个人 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掉 周围还围着不少大厦的士兵 连带住立院下地 也都在这里 夏风解决掉周围的这些 恶魔和死神以后 没有第一时间摧毁这处节点 反而神色带住点若有所思 夏乃文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神色带住担忧地开口询问 你爷爷说 这处空间节点很古怪 他试着摧毁了好几次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你看看 有机会暴力摧毁吗 如果摧毁不掉的话 我就再安置一些士兵 在这周围 如果出了大面积入侵 咱们也好提前反应一下 夏风回过神来 笑住道 摧毁这里十分简单 只是就这魔摧毁了 难免有些可惜 他顿了顿才补充道 父亲带着长辈们 继续固守在这里吧 我去无极神域 看看那边的情况 夏乃文的脸色瞬间变了 之前那个冥王不是说无极神域已经被彻底侵占了吗 你一个人过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众女犹豫了一瞬 然后站在了夏风身后道 父亲 既然相公想去 那肯定是有他的打算 我们都跟着相公一起 如果有什么事情 也能帮衬一二 他们如今都已经是神王了 说这话的时候 自然有底气 夏乃文虽然还是十分担忧 但是 看着众人坚定的神色 也知道自己劝不动他 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罢了 你如今也长大了 心中有自己的章程 我便不妨爱你的想法 你想怎么做 就尽管去试一试吧 夏风这边马不停蹄地带着众女 就钻进了空间节点之中 顺着那条通道 就开始向无极神域前进 他还记得 当初在大夏神都外 东方神王对着他那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当时被天剑神王给阻拦住了 可夏风却记住了他的嘴脸 当时 就想着日后定有一日会连本带力地讨回来 如今机会来了 夏风自然不会错过 这个解决麻烦的时机 这条空间重洞 被修得七扭八歪的 也难怪这魔难找到 毕竟 魔族在虚空意图上 还是有点天赋的 夏风当时确实 是把所有的空间节点都给震碎了 整个无极神域的空间大道 也被抽吸得几乎没有了 这会儿 能凭借着那一点微薄的空间之力 构建出这魔一条通道来 即便扭曲了一点 但也算是挺了不起的 只不过 夏风如今也继承了 虚空古神的传承 对这种通道 自然是看不太上的 稍微动用了一点空间之力 就把这条通道 给修正得平平整整的 萧秦雪秀没清错 把这通道修得这魔好做什么 万一魔族偷偷钻进来 怎么办 岂不是平白便宜了他们 夏风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咱们一同前往无极神域 哪里会给一族 钻进空间通道的机会 你是不相信自己 还是不相信我呀 萧秦雪的脸颊 微微有些红润 但是又嘴硬地不肯承认 只小声嘟囔道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吗 夏风脸上的笑意更浓 放心吧 你相公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我已经在入口处设置了屏障 一旦有魔族进入 我这边就能收到警报 众女的神色都带着点儿崇拜 转瞬的功夫 就跟着夏风继续往无极神域的方向感 出口的地方已经被魔器浸染了 到处都是漆黑的魔器 时不时的还夹杂着名气在里面乱窜 给人一种格外不舒服的感觉 光是站在门口的位置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就已经觉得有些窒息了 夏风他们很难想象 无极神域里原本的那些修饰 现在怎么样了 匆忙之下 鸡人离开原本的位置 接二连三地进入无极神域中 身子刚探进去 一群异族就感知到了这边的异常 然后快速地围剿了过来 只是还没等靠近通道出口的位置 就已经被夏风鸡人身上的威压 给压制地喘不过气来 领头的舵天使 挣扎住对后面的魔族道 快去请明王大人和魔王大人过来 这边来了几个难啃的硬骨头 夏风吃笑了一声 身上的威压倾泻而出 直接把开口说话的那位舵天使 给碾成了粉末 哼 说谁是难啃的硬骨头呢 别说是明王和魔王了 就算是明君和魔君在这里 也拦不住 我今天想做的事情 夏风一边说着话 一边带着浓郁的威压 往魔气最浓的地方走 周围的魔族和民族看着夏风 就如同看着死神一般 疯狂地往后逃窜 完全不敢正面和他对上 只是跑得再远 也逃不过夏风的视线 夏风甚至都不用拔剑 只看上一眼 那些逃窜的异族 就会在空间扭曲之下 被彻底吞噬 孙雅竹挑了一下眉头 相公这是用的空间大道 虚空前辈的战斗方式 倒是很方便 相公学的也十分精妙 竟然能够把这种招式 都运用得这模熟练 夏风稍微摸了摸鼻子 他对这招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模熟练 毕竟只敢用在外围 稍微靠近自己的时候 他大多都是用微压直接压过去的 也是担心这空间稍微控制不好 会伤害到自己 不过这会儿 他可不会对着众女说这重话 只露出各笑脸来 这些异族境界不高 你们倒是也能试试自己心学的招式 说不定还能领悟到新的想法 众女嬉笑着四散 还挑选各自适合的对手去了 那模样不像是出来征战的 反而像是在嬉戏打闹 全然没有一点紧张的气氛 周围的异族气得牙痒痒的 但是却拿他们丝毫没有办法 只能恨恨地看着众人 只希望冥王大人 能够抽出时间过来解决掉眼前的这些麻烦 夏风依旧不紧不慢地 往魔力最浓郁的地方赶 众女的技能也从一开始 有些生疏慢慢变得熟练起来 周围的异族 这时才反应过来 夏风等人竟然拿他们在练手 无能狂怒之下 召集了更多的一族 却也没给夏风添任何的麻烦 魔力汇聚之地 最明显的并非是那些魔族 而是一个 如同天丹神王城一样的防御罩 里面赫然是无极神域四大家族的人 这会儿看到夏风带着众女 以一种碾压的姿态 抵达防御罩外围 各个家族的神色不尽相同 和夏风没什么太大仇怨的北冥家族 脸上带着狂喜 议论声中也多是夏风是来救他们的 和夏风有冲突 但是仇恨不深的南宫家族 和西门家族则是有些担忧 议论声中更多的是担心夏风会暴富 至于和夏风结怨已久的东方家族的族长 此时已经满脸慌乱了 外面本来就已经为了那魔多的一族 他们已经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虽然已经给十大神域都发了求救信号 可是等了这魔久都没有等来救援 想必那边也是凶多吉少 这会儿终于等到了想要的救援 结果前来的还是和自己有仇的 他是真的担心夏风会对他们不管不顾 甚至会对他们痛下杀手 所以这会儿看到夏风在防御罩外面 他非但没有开心 反而一脸担心慌乱的开口 他们怎么只来了这魔几个人啊 这魔点人能帮什么忙 不会还要让咱们把防御罩给打开 放他们进来吧 这不是在害咱们吗 一旦防护罩打开 那些异族跟着一起进来 该怎么办 于是四大家族的人 对于夏风的到来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帮助 夏风也没心思管这些人 反而是四处张望卓想要找到明君的藏身之处 他如今境界是神君 自然是拿明君和魔君来练手比较合适 殊不知 夏风的这个动作让四大家族的人更加误会了 以为他想要进入防御罩中 东方家族自然是咬死了 不想放进来 北明家族则是想着把人放进来 然后一同探讨一下怎么反攻 也算是多一份助力 余下的两个家族夹在中间 神色恍惚 如同墙头草一样 有些犹豫到底 要不要把夏风他们给放进来 北明家族气得要死 他们早就看出来夏风 在外面的战斗如鱼得水一般 全然不怕外面的那些异族 这会儿把夏风给放进来 哪怕只是表达出这个意愿 也算是在讨好夏风 实际上鸡人都能看出来夏风 完全不在意能不能进到防御罩里 可东方族长还是害怕 底下的人虽然想要反抗 可没有族长之力 那层防御罩根本不可能打开 气得北明家族的族长 恨不得直接在这里就把东方族长给解决掉 就在防御罩里面的人争吵不休的时候 外界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周围的魔力和名气比之前要更浓郁几分 隐隐有机到分身 悄无声息地往众女的方向汇聚了过去 夏风心中一紧 然后又很快放松了下来 对着众女使了个眼色 稍微提醒了他们一下 然后就专心地解决自己眼前的这些小兵 他可是见过之前的一个冥王 直接把周围的小兵给吞噬掉 然后差不多满血复活了 这会儿要面临明君和魔君 夏风也要稍微防备一下 狮子薄兔尚且全力以赴 夏风可不愿意在这种地方阴沟翻船 众女那边装作毫无察觉的模样 任由那些黑雾分身将他们给包围在其中 然后趁着黑雾攻击他们的时候 快速地组建起时觉阵进行反击 明君和魔君的本体 联手对着夏风的方向轻压了过来 两相裹挟之下 夏风竟拧拧有重呼吸困难的感觉 他唇角勾起一丝冷笑 身上的微压毫不掩饰地压制回去 引得对面的两位忍不住惊呼出声 神君 这怎么可能 这片神域怎么可能有神君存在 这里面的神力不是已经被魔族给吞噬干净了吗 怎么还能有人突破到这种境界 两个异族神色震惊 动作缺思毫不留情 下手一次鼻子很辣 操纵着魔力和名力不断地碾压着夏风周围的空间 夏风神色更冷 手中的藏天剑抽出 藏神中也开始震荡起来 让对面的魔君和明君深舟的气息都变得震荡起来 防御罩里的四大家族已经彻底震惊了 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 如果没听错的话 刚刚那两位说夏风竟然是神君 要知道 整个神域已经许多年 没有神君诞生了 即便是天赋最降的天剑神王 卡在神王境界也无数年了 大家都以为 三界大战后 大盗被打断 神域里根本就没有希望再诞生新的神君了 可如今夏风竟然突破了 北明族长谋紫微微增大 回忆着夏风的具体情况 这小子才多大啊 竟然就直接修炼到神君了 他们这些修炼了这魔多年 才刚刚突破 神王的修士和他一比 简直就可以去死了 东方族长心中的慌乱越发明显 他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需要在天剑神王庇护下 才得以存活的小子 这魔短的时间里 竟然就突破到了神君 比他还要高一个层次 他忍不住想 如果夏风对他之前做的事情 十分生气 准备报复他的话 他又该怎么应对 外面打得昏天黑地的 防御赵里的人族也面面相去 心中各有心思 就在夏风提见 把魔君和明君的灵魂 彻底搅碎的时候 防御赵里也发生了一变 南宫家族和西门家族的人 竟然联手把东方家族的人给屠杀了 东方家族的人 原本还在惶恐 夏风会怎么对待他们 对身旁的这些人 完全没有防备 而南宫家族和西门家族的人 动手既很辣又迅速 眨眼的功夫就杀了东方家族一半的人 余下的那一半在想反抗已矜持了 两个家族联手 甚至连东方家族里的幼童都没有放过 等夏风解决完魔君和明君的时候 东方家族的人已经一个不胜了 南宫家族和西门家族的人脸上还带着几分喜意 拎着东方族长的头颅想要找夏风领赏 但是夏风看都默看他们一眼 反而看向了一旁的北明族长 两个家族动手的时候 也试着拉拢北明族长一起 只是北明族长觉得东方家族的人虽然有错 但怎么审判也该是夏风来决定 索性就没有跟着插手 这会儿被夏风看了一眼 心中还有点惶恐 担心他对自己的行动有些不满 结果夏风却对着他点了点头 你性子不错 想必带领的家族也有自己的优势 稍微收拾一番 等会儿跟着我回大厦 我先把周围的这些异族给解决掉 然后断了这边的通道 话音落下 他也没有等北明族长反应 转身就提着 藏天剑青角周围的那些异族去了 南宫族长和西门族长 看向北明族长的神色里 带着浓浓的嫉妒 但是又不敢做些什么 生怕惹了夏风的恼怒 北明族长背后一冷 扯出个笑容出来道 两位兄弟能留在这里 也算是一件好事 南宫族长冷笑一声 北明族长如今抱上了大腿 这是来嘲笑我们的吗 北明族长解释道 哪里哪里 我只是觉得 一族清洗过的无极神域 变得更加空旷了 如今东方族长身亡 我也要带着族群离开无极神域 这魔广熬的地方 未来只有你们两家了 他露出个笑容出来 到时候就是你们两位来军分这一整个神域了 比起寄人篱下 还是自己当家做主更舒服一些啊 南宫族长和西门族长对视了一眼 忽然觉得北明族常说的这个话 也有一定的道理 索性不再盯着他 反而两人聚在一起 谈论着如何瓜分这个神域 夏风懒得去寻找空间通道的位置 索性抓了不少魔族逼问 然后互相印证他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这一招下来 魔族们不敢隐瞒 直接一股脑地把所有的消息都给说了出来 夏风也不着急 带着这些魔族接二连三地把空间节点给摧毁掉 等到所有魔族都说没有了的时候 他还不放心地摇了摇葬神中 探测了一下无极神域的具体情况 确定没有空间节点以后 夏风就准备带着北明家族的人回大厦 南宫家族和西门家族的人竟然没有多说什么 让夏风有些疑惑地多看了几眼 南宫族常露出一个有些谄媚的笑容 大人 冤有头债有主 当年那些事情大多都是东方家族做下的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无极神域就这摩丁大点的地方 您肯定也瞧不上 我们两族留下来就守着这脸 如果有一族入侵 肯定会第一时间和您传消息 旁边的西门族常把他给挤走 脸上也挂着一模一样的谄媚笑容 大人 之前那两个一族说您修炼到神军境界了 是真的吗 他搓了搓手 脸上带着羡慕和嫉妒 讨好的接着道 这摩多年都默认能突破到神军 不知道大人是得了什么方子 还是有了什么传承 能不能和我们也说一说 让我们日后也有个盼头 下风眸子威妮 似笑非笑地打凉拙 这两个心怀鬼胎的人 和你们说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们放弃无极神域和我去大夏 成为大夏的家臣 我倒是也能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 不过能不能突破 那就要看各自的天赋了 他原本就有心提升一下十大神域里的战力 未及将到来的大混战做准备 反正现在确定了梦境诸士创世大神的传承 别人没有办法操控以后 下风自然放心把这些人给带进去提升境界 只是他又不是什么圣物 当初东方家族针对他 西门家族和南宫家族也给他下了不少绊子 他不可能以德报怨凭白无故的就让他们进去 总是要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的 如果两大家族愿意放弃无极神域的这些东西 跟着他回大夏 然后立士对大夏俯首称臣 他倒是也不介意大夏再多出一股战力 不然的话 他凭什么提升这些阴险狡诈的人 西门族长的脸上带了点犹豫 似乎有些心动 虽然无极神域留下来的这一大摊子 让他十分垂涎 可是比起提升自己的修为来说 这些外物反而不算什么了 他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旁边的南宫族长猛地拽了一下他的胳膊 咱们的天赋可没有夏丰大人那么好 要不然还是别浪费这种资源了 无极神域那么大 里面的资源那么多 他们两个好好吸收 日后也会有机会突破的 没必要飞得去给人家俯首称臣 大夏虽然地狱也十分广傲 可是需要瓜分资源的人太多了 他们这种半路才追随夏丰的人 肯定比不上那些嫡系分道的资源多 到时候提升可能还没有自己在无极神域里提升得快呢 西门族长也很快就想通了这个道理 脸上的犹豫神色更加明显 最终两人还是咬了咬牙道 既然如此 我们这种天资不够的 还是不去讨扰大人了 若是无极神域有了事情 我们再联系大人求救 他们也是被一族入侵给弄怕了 虽然夏丰已经把那些空间节点全部摧毁了 他们还是害怕会有新的魔族冲过来 到时候以他们这些人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阻挡住魔军级别的存在 夏丰脸上露出一个有些微妙的笑容 点了点头道 既然你们决定好了 那就这样吧 说完以后 他就带着北明家族的人回了大厦 大厦这边的空间节点处 利润夏地还守在这周围 担心夏丰离开以后会有魔族顺住这条空间节点钻到大厦来肆虐 这会儿看着夏丰出来以后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有些疑惑地询问起后面带回来的那些人是什么身份 夏丰也莫多解释 只是提了一句 如今大战在即 还是要多一些帮手才比较合适 利润夏地瞬间明误了夏丰意图 分出来几个勾着北明族长的肩膀 就嘻嘻哈哈地去交流感情了 倒是夏乃文听出了夏丰的言外之意 神色带着几分担忧地开口 反而 你的意思是 要把那方空间展示出来 那东西的存在 可是个逆天的好东西 若是让这些人知道了 岂不是又要生起觊觎的心思 当初一件古神器 就引得东方家族的人 把你爷爷带走受了那魔多的折磨 如今这逆天的宝贝 让这魔多人都知道 他们该不会又起了什么抢夺的想法吧 夏丰知道 父亲是担心自己 露出个笑容道 放心吧 你儿子现在修为强悍 这些人抢不过我的 而且 这东西是传承 即便他们想抢 也抢不走的 夏乃文看他心里有数 就也不多劝 反而露出一副 有些得意的神色 哈哈 我儿子就是厉害 说完就摇头晃脑地离开了 留下夏丰 站在原地笑了笑 然后带着众女 回到了自己的神军殿 门口的牌匾 是新换上的 夏丰总觉得 或许过不了多久 这牌匾上面的字 可能就又要换一个了 不过这话说出来 实在是有些太过炫耀了 夏丰招呼着众女进了神殿以后 就开始试着跨界沟通 其他神域里的神王 神王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之前看天剑神王传递消息的时候 那魔费劲 他就已经明白了 这会儿 也不过是做一个尝试 他自己也没想过 能够这魔顺利地就做到了 甚至都不是一个一个联系的 他的神识 直接跨越了通道 然后同时连接上了十位神王 虽然这种连接 因为距离遥远 还有些断断续续的 但也足够让夏丰 隔空传音一些消息过去了 接到消息的神王 全部都震惊了 他们没见到现在的夏丰 不知道他已经突破到了神军的境界 可是他们这些神王都做不到的事情 夏丰就这魔切儿一举做到了 反而让他们更加紧张 夏丰隔空传音的时候 也没有多解释 只是邀请十大神王 来大下神域商谈事情 等消息传达完毕以后 这些正在安排抵御一族的神王 毛子都下意识地争大了 心中多了积分惊慌 献过夏丰的那几位神王还好 对夏丰的印象都不错 天剑神王更是十分信任夏丰 没见过夏丰的那几位神王 对他这个便宜女婿的想法 最多就是夏丰的泥腿子 勾引了自家女儿 最多恭允地说一句 这小子的天赋是真的不错 修炼速度挺快的 可是再快 他们也没想到今天会受到这样的惊吓 当初夏丰还能够进入天丹秘境 修为肯定没有突破主神 就算是根据传言拿到了天丹 也最多突破到一品神王的境界 这怎么短短几天没见 修为就好像做火箭一样 让他们都有些看不明白了 这种隔空传音的手法 即便是他们这些老牌神王 都做不到啊 十大神王的神色带着几分莫名 心中都打定主意 要去大夏 看看自己这位便宜女婿 顺便和自己的女儿 联络一下感情 看看日后有没有机会把夏丰给拉入自己的神域之中 夏丰的隔空传音送达 没有半个时辰 十大神王就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了夏丰的院子里 每一位抵达的神王 脸上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看着门口牌扁上的神军殿 有些回不过神来 直到众女把他们搀扶进大殿里 他们才彷復回过神来一样 颤抖着嘴唇询问道 这东西可不能随便乱挂呀 这 这是要按照境界 孙雅竹性子最爽朗 笑着开口道 相公就是修炼到这个境界了 其实 我们也能离神王殿了 只不过想和相公住在一起 毕竟夫妻也不好分开 所以就遵循了相公的境界 不过想来 很快就能再换一个牌匾了 神王们被这接二连三的消息 震惊到脑袋发晕 甚至都没有发现大夏的神力 比起十大神域来说 还要浓郁几分 他们抓着自己的女儿 满脸震撼地追问 你们修炼到神王了 这怎么可能 你们才多大呀 就修炼到神王了 而且 你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检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李清雪带着几分得意的开口 我相公和我岁数差不多 都超过我们一个大境界了呢 我们修炼到神王又算到了什么 至于怎么修炼的 相公这次邀请各位过来 就是准备要商量这件事情 事不宜迟 还是早些开始 别耽误了相公的正事吧 他这副口吻 让几个掌控欲比较强的神王 稍微皱了皱眉头 他们有好几个 还不愿意承认夏丰成了他们的女婿 这会儿 李清雪和孙亚竹一口一个相公 一口一个夫妻 让他们听着格外的不顺耳 只是如今 夏丰已经突破到神君境界了 就连自己曾经没有 再意过的便宜女儿 都已经突破到神王境界了 他们即便有心 想要训斥两句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既然神色扭曲地 进了大殿之中 夏丰已经坐在了主位上 桌面上也摆了不少穷姜 来迎接他们 十大神王 面面向去了几眼 压下心中的疑惑 先坐在了座位上 众人刚坐稳 夏丰就已经开口了 今天叫各位前辈过来 主要还是想商谈一下 十大神域 被魔明两族入侵的事情 亿万年前 这种事情 曾发生过一次 我想知道 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阻断了三界之间的联系 把魔明两界封印起来 这魔多年都莫能破界 十大神王的脸色 骤然变了 变得有些难看 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无法说出口一般 夏丰笑了笑 我并没有逼迫诸位的意思 只是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毕竟十大神域里 如今我的修位最高 只有知道当年的反抗经过 我才能安排 话音未落 天剑神王率先开口道 这和修位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你年纪小 又长在下 常在大下 所以不知道其中的官窍 当年三界大战 是一批古神 带着神王以上的修士 以身为阵 阵杀了明祖 封印了魔祖 所以才得了这魔多年的日子 如今封印不知什么缘故 有些松动 所以 有一些小喽啰 赚出来找我们的麻烦 旁边的离火神王补充道 确实是这样的 这种事情 没办法重负 现在整个神域都没有高境界的修士 更没有带领封印的古神 不过也不用担心 封印缝隙 如今裂开的还很小 出来的 也都是一些低等级的一族 暂时还应付得来 夏丰青笑了一声 我还以为 大家汇聚在一起能够谈论出个所以然来 却没想到 诸位竟然抱着这众的过且过的想法 是 现在封印缝隙还不大 魔祖还没办法出来 可你们 就不怕炖刀子摸肉吗 这些一族在神域吸收了足够多的能量 转化为童族以后 谁能保证 那缝隙不会变得越来越大 谁能保证 魔祖最后不会出来 天丹神王摸了摸下巴 你说了这魔多 倒是一直没提你的想法呢 夏丰脸上露出点点含蓄的笑容 还是天丹岳父了解我 我确实有一点想法 被魔祖和民族鸭着实再是有些难看 咱们不如反攻两届吧 十大神王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变得格外铁青 你小子在说什么梦话 如今只是钻出来一些低等级的 就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了 想要反攻 可是要打开两届通道的 到时候全钻出来了 怎么解决那些麻烦 退一万步说 即便这些异族没有钻出来 想要反攻的话 也要前往他们的地盘 那可是他们的主场 能在攻击下活下来都不错了 还妄想住反攻 你怕不是失心疯了吧 夏丰听住诸位神王尖锐的一润声 脸上的表情都没始魔变化 如果我说 我有办法让你们短时间内修位提升起来 你们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呢 众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虽然之前就有猜测夏丰掌握了 某种提升修位的办法 可如今他光明正大地提出来 还是让众神王十分震惊 可饶是如此 神王们的神色还是带着几分迟疑 显然不是很想冒险 夏丰也不多劝 只是淡淡地坐在主位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在场的这些神王 他知道 这些人权衡利弊以后 肯定会答应这个邀请的 毕竟 其他人都答应了 突破到了更高境界 那虞夏莫答应的那个处境可就微妙了 天剑神王是最先印下的 他神色淡淡地开口 能提升修位的好事 为时魔不答应 原本就需要和魔明两族战斗 如今还有这种福利 不愧是我女婿 做得好 他原本就一心提升修位 为了见到 一次闭关数千年都是有的 这会儿有人说卡住他的瓶颈 有办法解决掉 他自然不会有反对意见 生命神王是第二个答应的 毕竟明界最开始入侵的 就是生命神域 他凭借着修位 已经正扎了太久了 如今有机会提升修位 甚至反攻讨厌的明界 他自然是高举双手赞成 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 有人开了头 余下的几个虽然迟疑 但也接二连三地同意了夏丰提议 夏丰笑住开口道 既然大家都做出了决定 纳摩就这样定下来了 组成神域联盟 既然是我提出的联盟 主要的训练场地也在大下 纳摩 我来当这个盟主 大家没有意义吧 夏丰的语气虽然是在询问 可态度里一点追寻他人意见的表情都没有 显得有几分霸道 吉兵神王原本就是一个格外霸权的人 这会儿听到了 神色一冷 在场的年纪都比你大不少 你来当这个盟主 未免有些不太合适吧 夏丰脸上还带着和煦的笑容 这就不劳各位长辈操心了 毕竟比起这些琐事 我更希望诸位把精力用在提升修位上 我这个年纪就已惊突破到神郡 难道不是因为我一直沉浸在提升修位上吗 吉兵神王的脸色带着几分铁青 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修炼 李婉晴的脸色比他还要难看 大声喊道 母亲 够了 别再说了 吉兵神王顿了顿 盯着他看了好半天以后 这才不情不愿地重新坐下 哼 养女儿就是这样不好 长大了就想着外面 真是白养了 李婉晴别过头 清亨道 你养都没养过 哪里来的资格说这种话 吉兵神王粗喘了几口气 似乎还想说什么 旁边的李火神王眼疾手快地把人给按住了 行了 少说几句吧 一直都是能者多喽 夏丰小子已经是神君了 他来当这个盟主也是合适的 如今他还给咱们积分薄面 只是口头上议论 若是什么时候他没了耐性 直接动手的话 咱们哪个是他的对手 吉兵神王 谋自一立 他敢 虽然这魔术 但他却没有 再找什么其他的事情 老老实实地坐着 听夏丰的安排 只是脸色还稍微有些臭罢了 夏丰把从阵法古神那里得来的防御阵法 分给十大神王 别的神王看着还没那么大反应 天赋神王 已经捧着记录水晶 沉浸在其中了 天哪 这是古阵法 这一处的勾画档真是绝妙 如果能研究明白 这处阵法的原理 想必我也能突破到神军了 好小子 你手里 是不是有一份阵法古神的传承 夏丰脸上带着笑容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旁边的几个古神听说研究明白 这个阵符 天赋神王 就能突破到神军 一个接一个的 都有些着急了 夏丰小子 这种好东西 还有没有 我们又不是修炼天赋大道的 这东西给我们也钻研不透啊 夏丰摆了摆手 放心吧 各位每一个人都有 这阵法 是让诸位带回去 布置在神王城里的 有着阵法互称 即便各位不在 也能坚持上一百年的时间 光提升诸位的修位还不够 我还需要更多的修士 所以各位回去以后 每位挑选十万精英 一同来大夏 他稍微计算了一下 利润下地 夏副夏母 加上大夏那些追随了他许多年的士兵 人数已经不少了 只是他们的境界比较低 想要修炼到更高层次 需要的时间也多 不如直接和十大神王要百万精英 这样还能省点力气 不过 他也不会要太多的人数 每个神域药的精英都是相同的 省得解决掉魔明两界以后 众神王再起别地征战心思 众神王很快就明白了夏丰的想法 看向他的眼神多了几分审视 你小子倒是有几分想法 不过这阵法真的能支撑百年吗 如果我们离开的过程中 这阵法破了 我又把城里的精英都带走了 这不是要那些普通修士的命吗 夏丰还莫等解释 旁边的天福神王满脸朝红地解释道 这阵法别说是支撑百年了 只要阵法中还有人存在 就是支撑上千年也不成问题 这小子可真是大方 这重珍贵的好东西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就拿出来了 你们要知道 这重阵法 比咱们现在城里刻画的那些 还要精妙 若是他开口要换东西的话 只怕那些影视家族的人 都愿意倾家荡产地来兑换 他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 忽然觉得自己女儿 跟他这模一个有能耐的女婿 也挺不错的 他甚至都能得到一点好处 那他女儿得到的好处 岂不是更多吗 想到这里 他脸上的笑容 更加明显了几分 旁边的十大神王 看到他那副不值钱的样子 都有些不忍直视 不过他们也知道 天福神王的性子 从来不会夸大某重东西 所以 自己手里的这套阵法 可能真的是一件 保命用的绝佳阵服 想到这里 他们对视了一眼 纷纷开口道 我们这就回去安排阵法 然后各自带十万精英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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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